整体上我的这个地盘是认为这是一个平衡的一个budget 主要还是以民为主 以民生为一规的一个budget 可以看到许多破款都是针对尤其那些需要比较所谓收入没有那么高的这些民生去那些破款都花在那里头了 下来当然有分到两大部分 一个就是We call it people's economy 刚才我所说的 下来就是有跟capital economy 就是有跟商业的这个budget 我们也向政府提出了这个看法 这个马来西亚公司税必定要有一些调整 但是我们了解到就是2016年税收恐怕还不达标 这个国家的开销也是蛮大的 在很大程度上是有这么压力 所以但是政府应该是还是听到这个声音 come up with something I would call quite an intelligent way of doing it 就是说在2017年2018年首先有一点好消息给我们的这个重小型企业 从19%for the first 500,000 第一个50万减到18%有所减少 那同时呢所有的公司也包括重小型企业呢 就是说根据去年所付的税 那今年如果你付的税你有所增长 而那个增长的这个income呢或者profit呢 能够逐步逐步的减少 最多可以减少减少百分之四 所以就是说比如说你今年赚一千万 明年你赚一千五百万 这个第一个一千万呢还是照样付百分之二十四 那增加了那个五千万呢 就减了四个percent就付百分之二十 然后就剩下 我认为目前你看他整个税收和他的支配 发展的营营开销方面呢 像文总会长已经提到了 就是在营营开销我觉得他需要下点公布 尽量的把它控制在一个水平 然后把更多的钱放在这个发展开销 最主要是不是钱不够用 你要怎样来支配 怎样来把那个钱用到最maximum的 一个impact on the economy 然后人民才会收费到 不只是商家们也是人民 所以这点是很重要 就是不要尽量 不要浪费那些无味的开销 在那些没有生产的领域 这是重点之一 然后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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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期待